Halo, 今天第一站就去了Akima, Akamaya Estate 這個盤已經建成了,可以給大家看看 今天和大家看的Akima Estate 附近有很多餐廳和購物店 包括有大家都知道的Donkey和Big C 這是Walkable Distance 已經到達了 這個住宅項目最近的BTS是躺落 Station 附近有很多不同的酒店和五星級 包括Nicco, Marriott & Escort 深受外國人和日本人居住 這個住宅項目是一間叫APE發展商 發展商在當地是一間上市公司 它會做Town House, House & Condominium 大家也會看到它的大堂會就在一個 Luxurious 的建築風格 大家會看到這裡有一個很漂亮的泳池 其實它是360度圍繞著整個建築 所以你游到哪個位都會看到外面的景 除此之外,上面也有一個Takushi 可以看到一個很漂亮的景觀 今天和大家看看兩房兩次的單位 大家可以看到右邊有一個Open Kitchen 而左邊有一個六天的飯桌可以吃飯 而在這裡看進去,可以看到採光度很高 因為全部都是玻璃 我們走過去看一看客廳 會看到外面的整個景觀 這裡是180度的Angle 而且下面是沒有遮擋的 所以坐在這裡是非常非常舒服 而且我們可以在這裡看書 或者看電視也可以 這個單位售價大概是400多萬港幣 所以非常值得 如果用這個價錢在香港也買不到這麼漂亮的景觀 我們再看看右邊 其實在右邊有其中一間房間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是否很像酒店呢? 這個景觀和酒店真的沒有什麼分別 而左邊是廁所 廁所也是開放式的 你看到一塊玻璃 落地玻璃 你可以在這裡享受浴缸的時候 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觀 我們出了房間之後 再看看這個Open Kitchen 你看到Open Kitchen 其實有一個Island 亦有一個雲石的背景 你看到它也是一個煮食爐 是一個電磁爐 以及基本的設施 這裡也有 也可以放一部咖啡機 去享受一下食物 這是另一間房間 在右邊的 廁所不是相連 就要走到外面 但你也看到骨子 以及這裡可以放一張梳妝桌 而左邊有一個Bookshell 而右邊有一個企股的廁所 一個企股的廁所 有些費用要處理 包括Transfer Fee Duty Stem Insurance Fee 等等 我們都要處理 但這些數字其實相對比較小 大家會很注重的 Management Fee 每一年收費 以Square Meter來說 這就是55匹 PerSquare Meter 如果我們計算港幣 大致上一年是12,500元 一個月大概1,000元 就是這個Management Fee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在RESERVATION的時候 就會留10萬匹 而去到SIGN CONTRACT的時候 就會留99萬匹 而去到Closing的時候 我們才會把餘數給買 這個發展商 其實除了有一房 一房加一釘 即是1B PLUS 以及兩房之外 還有其他選擇 例如PEN HOUSE 要說一房 這個房間 大約372呎 而這房間 售價 大約180萬港幣 我們說的Management Fee 跟剛才一樣 是55匹 PerSquare Meter 即是 大致上 港幣一年 是5,000多元的Management Fee 而一個月大概425元 如果大家對這個住宅項目有興趣 歡迎找我們諮詢 而下集我們去一個 更加Luxurious的住宅項目去看看 想要更多 記得留意我們的頻道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啦